唯 王三年四月初级 甲饮 钟大师 有座 座室 废族 黄鸾 字 武艺 这个是殿 人事 座 拜手机 不是击拜手对 阳 钟 带 诗 修 用作 大 大什么钟 这个是灵 可能是灵的意思 大 灵 钟 其 子 子 孙 孙 永 宝 我们刚刚看到一个也是你刚刚也说自 子 孙 孙 永 宝 刚刚有一个你说看得懂的那个也是自 子 孙 孙 以前都是这样就是给传世子孙用的 所以子 子 孙 孙 永 宝 永 宝 用 永 宝 尊 都是固定的 固定的用子 你刚刚讲半天我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你这样讲你又不听不懂所以我给你看这个文字 你看这个 他在立定了 为王三年四月出几家影 这个是时间 对不对 王的年月日 是 中大师 又坐 那意思就是说 中大师 这个 提膝的这个坐 这个人 是他什么呢 是他这个叫做 衣服的事件 那黄卵就是七 因为以前出去巡 巡视地方 有一个旗号 是其 致五亿店人士 五亿就是 要这个人 要这个坐这个人去管五个亿 亿有一定的负数 五个亿的人 那店人士就是去管这些农士 那坐就是这个被 被提拔的这个人 就 拜守对阳 以前叫做拜守基守 就是感谢的意思 对阳中大师修 就是因为中大师提拔他 那修现在解释叫做 其实应该是 就是 等于帮他 建立起他的家庭 这样的意思 然后呢 这个坐 坐这个人 就是坐大饼钟 就是他坐的这个钟 那这个钟 传世 直直顺顺 应该 拥抱 做了一个技能